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时间不够 来不及分享 那杨定一博士在共修结束后 也请我整理一部分在今天带出来 让他做一些简短的回应 接下来的录音有的长有的短 来自不同的角落 有各自人生不同的切入点 让我们一起来听他们诚恳的心声 最亲爱的博士 今年是我认识你引来最挑战的一年了 生活感觉好像即将开始天翻地覆的大转变 人生难免低潮 但今年从年初就开始的风暴 到现在都还在进行试 过去的几年都好像是在为这一次的大挑战 提前训练我的灵活性 为我做好一连串的心理建设 这阵子总想起您说的连续谱 挑战来了那就接受吧 应就应到底吧 现在的我正处于在生活中 拿自己做个实验 实验者您说的 就把一切交出来 成佛交给生命 活在不可知 我就看看这部戏会怎么演 曾经也有动过 想要赶快结束一切的念头 但却连结束一切的勇气都没有 明常说 如果不是那些创伤和失落 我们大家也碰不到一起 也不可能会见面的 每当这种时候 我就又突然感谢起这些失落了 不知道能怎么表达对您的感谢 您的陪伴 让我面对自己的胆小无力 我只能向您表达 我会勇敢走下去 读书会第二集的标题 心觉有多重要 现在的我想要说 每天一睁开眼想到的 就是博士您智慧 无私慈爱的教导 遇到事 上心萎缩了 心回路会自动跳出来 看着呼吸 一进一出 I am 一切都是刚刚好 为谁有这个情绪 用您给的好多法宝 二四七 生活中实战运用 带着自己慢慢跳出萎缩 没有您这一步一步的 牵着我的手走过来 我不会知道我真正的身份 谢谢博士 看着您巨人般的背影 我第一次产生 我也想要活出我真正的身份来的感受 而且我相信我们都会到达 说这么多 其实只是想铺陈及呐喊出这最后一句 博士我爱您 希望您可以听到我出自飞补的呐喊声 我也爱所有帮助我们的团队 还有所有共修的家人 感谢 杨博士 孟姨 以及全部生命系列的工作人员 你们好 谢谢孟姨在7月8号的共修补充 以及YouTube影片中 念出我的留言 以及博士后续的鼓励与提醒 我都听到了 也谢谢博士 称呼我年轻人 我目前大概快50岁 是个中年人 多年前接触博士作品 一开始我是买一两本书 当时是看不太懂的 也就鸽子了 后来大约三年前 又多接触了博士的一些音频作品 有些听得懂 有些听不懂 有些反复听 也就多一点懂 因为想深入 我于是陆续买其博士的作品 遇到听不懂 或是看不懂的部分 就跳着听 或跳着看 或者反复听 看 在大量作品中 总是会发现 有一些内容是适合我的 我就会从那些 较容易懂的内容切入 有空就听或读 长时间一直文字下去 慢慢的深入 早些时间 我用脑袋思索博士的文字时 是把醒觉 当作独立于生活以外的一个追求 我第一次的有感进展 是在睡前做练习 但因为不理解而有种繁星感 后来睡着了 仿佛听到一个很像博士的声音跟我说 你本来就是醒着的 这经验让我纳完整个呆掉了 于是也一直去想这句话 去重斥自己的心态 后来随着不断的反复阅读与聆听 经过几次无意中的突然理解 我体会了醒觉 也是梦的一部分 去追也是颠倒 反而应该是解散跟放下 于是我放松 把中心慢慢移到过日子 把生活与全部生命系列整合在一起 遇到身旁的事 我就做臣服 想到自己的过去未来 我就跟自己说 这是头脑的陷阱 回到现在就好 近的时候 我会听博士作品 多做一些提醒 动的时候 我会尽可能 把不可知想起来 提醒我不可知随时都在 睡前与睡醒 我会做我在 或者餐的练习 去记得那种感觉 我每天吃高分量生菜沙拉 跟用蚝油 也固定吃微量元素与黄蜜精 也许是营养较够了 一阵子后 我发现头发变白的速度整个慢下来 我太太也吃 而无意发现 今年掉发的量大幅减少 每天改一点 一个生活小习惯 火化脑袋 放假就去接触大自然 简化身心 我也体会到流动会获得平衡 而累积不会 心里不去累积情绪 就让他来 让他走 再也得物资 我送给曼菲尔义卖 而金钱流通 也可以帮助到需要的人 面对全球动荡 社会大事 我知道自己这个小我 只是来见证一个时代的时空旅客 当个旁观者就好 面对家庭大小事 我轻松看待 我也发觉其实我的七小远比我想的少 比我快乐 比我成熟 而我也不再焦虑姿势不够用 不担心工作前跟孩子未来 相信顺其自然一切自有安排 当身上的洋葱一层层一层层这样薄开 我也越感自由起来 身体越来越轻松 心情也容易快乐起来 我也有遇到身体气动 阻塞 舒畅 头脏 等等状况 也就按照博士所说的 不去理他 也不去追求 慢慢习惯这些现象的存在 走到现在 也不会在乎是否要见空 见性 或者期待发生像奇迹 或短路 书中所述内容 既然一切都不存在 小我也不存在 那到底来说也没有什么差别 每天身体更舒畅一点 心理更平安一点 生活更简单勇敢一点 这大概就是我这个小我的现况写照 我相信这辈子能够遇到博士的说法 是一个不知道累积多少辈子的福德 而我也只能够再做一次 我生命中的最大道谢 来谢谢博士 谢谢孟姨 谢谢全部生命系列 所有工作人员所带出来的这一切 最后祝福大家都平安 谢谢 心爱的博士 还有团队的大家 随着共修的结束 接近尾声 我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舍不得 也不晓得为什么 好像在这个结束之际 总是会掉很多的眼泪 好像每次进入到共修 打开平台 然后听到博士的声音 开始我的心就会变得特别的安定下来 变得平安 没有事 那我呢 也没有什么想要问的 和有疑问的 讲来呢 也只是 有 数不尽的 感恩 还有 感谢 以及 对大家 掉不满的眼泪 但是 这个流泪是 开心的 虽然也不知道 明年 还会不会有 一起的共修 或者说 这是 最后一次 不过 都好嘛 都没有关系 一切都 刚刚好 那 希望 我们 都能 在 这个 光 可爱里 共同 陪伴 共同 为 周边 为生命 再去 光明 慈悲 还有 善良 我会 尽力 做到最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博士 谢谢 团队的 大家 真的 真的很 感谢 你们 谢谢 敬爱的 杨博士 您好 认识博士 是起源自 阅读了 真元一 静左 但当时 只是停留在 文字上的 浏览 过目 急望 后来 又 沦陷于 人间的 生活之中 这么多年 过去了 身心 累积的 许多 创伤 与 慢性 疾病 也 失去 与博士 的 连结 去年 七月初 透过 有人的 分享 当天 立即 报名 参加了 定在新 线上 共修 因为 对博士 作品 阅读的 不足 加上完全没有之前共修的基础 老实说 去年的共修常常是昏昏沉沉的 但是每次听到博士说 我等了你好久 我都万分感动 热泪盈狂 直至今日 还是如此 因为 有了博士的这一句话 让我从去年对共修的一无所知 勇敢走上回头路 重新再次与博士相遇了 今年三月加入读书会活动组 非常幸运遇到 无私分享的同修家人们 除了博士的引领 加上读书会同修厂的支持 才能度过一波波身心的好转反应 无所畏惧 勇敢前行 现在的自己 跟去年的我相较 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觉得自己非常幸运 敢搭上博士这般列车 知道我终于找到回家的路了 如今 面对小我的种种人间剧本 诚服 接纳 平安 感恩 成了自己生命中 不可或缺的超连结 让我从凡事都要一知 才不焦虑 逐渐转变可以接纳 未知 不可知 意外的是 连慢性病的用药也见谅 这两个月的密集呼吸训练 我没有错过任何一段阴档练习 也重新阅读静坐与呼吸为了疗愈 以前阅读时 文字都只是从脑海中飘过 经过共修的反复工程 如今读来 已经都是看懂明白了 日后 我会秉持博士提醒的 保持平常心 书上理论的理解 都还只是头脑的游戏 我会继续学习做一个 我是值得的人 活出真实的人生 昨夜共修圆满落幕 听到博士说 这次感受到大家有显著的进步 而为我们感到高兴 群主里同修家人 充满欢欣 感动 不舍之余 也常常是泪流成河 最后 想先感谢分享博士共修的好友 让我重新得以连结上博士 再者 想谢谢自己 没有错失这个良机 还有读书会同修家人们 没有你们 我走不到这里 最后 深深地感谢博士 孟姨 及团队的努力与付出 谢谢你们改变了我的余生 不再迷失彷徨 此刻 选择走上没有路的路 满心欢喜 感恩 杨博士您好 我是今年三月份有机会跟您交流的Michael 这次清醒的呼吸共修快结束了 总觉得应该给博士做个回馈 你报答博士那么辛苦 带我们共修 今年三月留话给您后 我身心的状况 其实还在持续 而且有加重的趋势 但博士留给我的话 给了我积极乐观走下去的力量 尤其共修前一句 毕竟我们还有一口气嘛 最让我感动 是啊 所有修行的结果 不就是要这样活在当下 所以我为了自己 还能够好好的活着 参与共修而感到高兴 共修开始后 我很积极参与所有的练习 太积极了 以至于变成再勉强自己的身体 尤其是吸气跟憋气 我总是吸到肺部快要爆炸 憋气不只要用手机量测时间 而且还一定要憋到快昏倒过去 才觉得自己有认真在投入 还好 博士之前留给我的话当中 有一个字 Pattern的发音 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中 之后我只要想到博士的声音 就会想到要观察自己身心的 各种重复的模式 憋气练习几天后 我觉察到这个太勉强自己的习性 很快就把目标从打破自己的记录 调整成去聆听身体想告诉我什么 我发现有的时候身体就是只能憋气几十秒 但也有状况好的时候可以持续一两分钟 那这样调整目标之后 憋气的练习变得很有趣 每次练习前都会期待 今天身体要告诉我它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呢 然后接着快转到重生的呼吸 我记得第一个周末 刚好家里没有人 我到博士把门窗关上 营造出一个全黑的环境 心里想着今天可要好好体验一下 什么叫重生的呼吸 那在几十次快且重的呼吸后 我第一次体会到 开关被打开 我开始像小孩子那样错气 胸部的起伏异常的大 而且不受头脑的控制 也许是出自本能的反应 我用双手把脸遮住 觉得自己怎么会像个小孩一样 结果手一遮住脸后 更加强烈的哭泣就来了 眼泪流个不停 那在哭泣的过程中 我抓不到是在哭哪一件事或哪个人 期间有听到自己放声哭出来的声音 声音是有点陌生 但隐约感觉到音量还是有被自己控制住 所以我还在担心会被邻居听到 那强烈呼吸结束后的憋气 时间长度异常的久 而且我的记忆只停留到 觉得憋气很久 然后之后就没有意识 等到我恢复记忆的时候 第一个感觉是黑暗 然后我非常惊慌的挣扎 做了起来 然后很快就想起这个场景 那是在十几年前我生病开刀的那一次 在麻药刚退的时候 我的眼睛是被胶带贴起来 然后在黑暗中挣扎的想坐起来 然后但我发现是被绑住的 耳朵中听到护士一句病人在挣扎 那这边我想先暂停说明一下 当时我刚完成手术 然后从手术房被推往恢复式的路上 身上是被绑起来的 而且还好是被绑起来 否则我一挣扎可能就掉到地上 但是护士那句病人让我印象很深刻 好像我第一次意识到说 哦 原来我是个病人 虽然我身体已经离开那场手术十几年了 但我的意识好像一直没有 从自己生病的这件事情走出来 重生呼吸的那个下午 居然瞬间把我带回到 那个我早已经遗忘的时刻 周日的练习以后 我感觉有什么东西不一样的 但说不出来是什么 勉强说好像身体有什么东西被释放出来 硬要说身体有什么戏剧性的改善倒也没有 不过日子好像有过得比较轻松一些了 刚练习重生呼吸那几天 身体几乎都觉得筋疲力竭 每天晚上都没有能够把音档听完就睡着了 那最后我想跟博士报告 也许是更重要的意识层面的转变 这段时间我的身体还是有种种状况 甚至说加重了也不为过 但我始终记得修行的目的 正是要让意识从一切都是二元对立的小我 回准到更大更全面的大我 共修的练习下来 我好像第一次听懂什么叫灌空 尤其在身心不舒服的情况之下 我可以观想起来 好像从几公尺的天花板往下看着自己 就是的身体正在不舒服 在物质的世界中 这是明确在发生的事情 不需要去压抑甚至骗自己说没有 但是站在能够觉察的机制来看 那是在一个很小很局限的角落发生的事情 那只要我想起这个整体的感觉 身体的不舒服很快就可以缓解 或者反过来说意识一直局限在小我 正是这个不舒服会持续甚至放大的激转 那这些觉察感受念头 原本只是流经全身跟大脑的电流 而我居然可以觉察到 甚至得到有小我的这个概念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宇宙间有意识 这个超出物质层面的东西 最好的证明 所以我真正的身份是这个能够觉察到的背景 不是前景这些物质层面 如上述的电流等等现象 就这样 小我跟大我同时都存在着 两者没有矛盾 这个不需要否认小我的感受 这样的体悟对我来说很重要 它让我看到自己过去几十年来都一直在重复的一个想法 就是看能够找到什么方法让身心不再受苦 而如今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而且也不需要的 因为站在物质的层面 一切都是无常不断变化 那只要会变化 就算我今天处在一个不苦的境界 有一天它一定会消失变成苦的 那说不需要是因为物质层面已经不是全部的我 真正的我是宇宙中最奇特的现象 也就是意识 也就是博士常常称的这个一体意识 那虽然说有这些领悟 但是要跟肉体说再见 人就是很困难的 从深呼吸的后段 我有好几天都在跟这个身体说感谢 说再见 跟他表达说我要逐渐放下他了 那个过程还是很痛的 有机想到过去一生的种种体验 记忆最亲密的家人等等 但我很感谢博士出来带大家修行 我才有机会在身心还OK的状态下 开始这些练习 让我有方法可以不断的活出这些体悟 请容许我再跟您说一声 Thank you John 心爱的博士 你好吗 因为一直都是我在听你说 所以也想让你了解一下 就是 是有回音的 那 接触全部神明系列 到现在快三年了 从偶然看到读书会的视频开始 失落是最大的恩典 看着您的脸 感觉您似乎 窃声 了解一切的痛苦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我也听不懂 你说的是什么 没多久就迎来了 没有路的路共修 看您所有的书 所有的音视频 直到这次共修中 某一天 我看螺旋舞的视频 您说到 生命离不开螺旋 突然明白了 螺旋舞 其实是生命 对异体的感恩和自尽 如其在上 如其在下 原来我就是异体 是生命在跳踏自己 当我有这个领悟时 我看着你 感到你就是我的另一个展现 充满爱 耐心和慈悲的自己 是自己在看着自己 对生命好快 都没有意见了 是臣服 已经是一体了 哪一位还不服 是餐 身体感受随时影响 对生命的看法 身心和一体 做一个对称 才能接上一体 这是身体练习的用意 当我以为懂了 却活不出来 原来是从这里 才开始修行 我重新读我是谁 全部的你 这死真正开始念到心里去 真正开始做练习 早晚地提醒自己 读书会中 博士你说 如果佛陀在这里 问你敢不敢跳下去 你说你第一个举手就跳 博士 博士您像烈士一样的 这样的 义无反顾 没有疑问 臣服到底 这强烈的信仰 对我非常震撼 接触到全部生命 到现在 我其实是有转变的 可以说 是从极端的负面 到现在 我竟然可以跟自己 说得出来 我的本质 生命的本质是爱 宇宙 绝对不会犯错 一切都好 我愿意活出全部的生命 我愿意活在爱和光之中 我愿意充满信仰 就是还会怕 还是会有恐惧 我愿意走下去 我要不断地提醒自己 我就是一体 是完美的 是可以活出来的 有一天 我在做结构调整的时候 看到窗户 自己的倒影 看起来 好坚硬 浑身都是刺 而博士宁看起来 是柔顺的 都是善意 我告诉自己 我不需要再战斗了 你不需要再战斗了 用博士的话 我对生命太粗鲁了 我是多么幸运啊 遇到你 亲爱的博士 我知道 真正的你 无处不在 真正的你 是基督爱的意思 真正的我 也是基督爱的意思 从来没有分开过 无论这之后 你要去哪里 你一直都在 在我的身边 在我的心里 你走的路 我也要走 你给了我们 无限大的信心 爱 耐心 只给我们看 天国就在 自己的心中 真的很感谢 有你 也谢谢所有支持 全部生命的工作人员 所有参与的伙伴 我们一起为生命庆祝 向基督致敬 向真正的自己 顶礼 感谢博士 带来的 一切的 一切的温柔 还有感谢 Stumpy 我想 我的尾巴 也在 长出来 最后 想和博士说 John 谢谢 亲爱的博士 孟姨 还有团队 你们辛苦了 这是我第三次 参加供修了 前两次 都没有留言 表达感谢 这次 一定要 把我的感谢 表达出来 谢谢你们 谢谢博士 其实这一次 呼吸的供修 一开始的时候 是感觉反而 倒退了几步 从 上一次定在心 的那种 聚焦与 灵性的层面 好像又 退了几步 回到了 练习 回到了一个 身心的 有形有相的 一个层面 但是 这几十天下来 现在又感觉 他们好像 合而为一了 就像是 每一口 呼吸 都把身心 又能带到 灵性 又把灵性 又能带到 身心 就感觉 每一口 呼吸 都好像 能活出一个 我在 其实感觉 这个我在 又是一个 颠倒 其实 可以说是 在我 这个我 是在 来在我 而这个在 却是 我在在 是反过来 谢谢博士 这一生 能遇到 博士 真的是 太不容易了 博士说到 说就怕 哪怕只剩下 一个人 你有没有勇气 走下去 我觉得 对我来说 那是一定要 走下去的 谢谢博士 最后 是一群 充满爱的朋友 他们来自 不同的地方 而在今年 有许多时间 在台湾 相聚共修 这是他们 寄来的朗诵 让我们 和他们 一起接受 海浪的洗礼 享受他们 重新发出的 和音朗诵 结束后 杨定一博士 也会有 简短的分享 会派 我们可以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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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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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最少体会到的 大家的这个成熟度 好像跟过去远远的不同 那我相信啊 我们这里大家一起我们来听 在听我们这几位朋友说留话 留下来的话 也可以这种同样的体会 其实你看他们都没有什么带什么问题 最多只是把个人的一些境界 个人一些转变 心理的转变 身体上转变 身心的转变 提出来 跟大家分享 这样就对了 其实问题我们是问不完的 站着这个身心 站着小我 是永远讲不完的 站到整体 就像现在成熟 其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 不要说没有问题 不要说任何矛盾 矛盾都已经解答了 连一个声音都好像是多余的 所以我慢慢在体会我们这里许多朋友 陆续续进到这种心境 这种心里的这种状态 这样也只能为大家高兴 其实就是期待啊 这样子我们有机会有一天 大家可以碰面 碰面后最多只是给大家 我们互相给他们打打气 一个很大大的抱 一个想抱 接下来也不用讲话吗 有什么话可以讲 有什么话没有讲完 还有什么任务没有完成 所以我认为这一次啊 让我感觉很清楚的一个交代 搞了一个段落 只能为大家高兴 这最后要记得啊 我这样稍微再补充一点 就这样就好了 走到最后 还是一个人呢 做一个老老实实的一个人 走着菩萨道 波罗蜜 不管是六度 十度 十四度 都一样 讲完讲去都一样 做一个快乐的人 做一个友善的人 随时活出你最高的境界 最高的风度 最高的态度 随时可以庆祝 其实最多就这样子 修行啊 不是我们很认真 拉的脸啊 要多么用功 要用功夫啊 来 要好像要不做什么 倒不是这样 刚刚好相反 修行其实是轻轻松松的 随时在每一个瞬间 可以执行 可以活下去 高兴的 快乐的活下去 随时在庆祝 根本不需要有什么原因 可以随时庆祝 可以随时快乐起来 最多就这样子 其他 就其他嘛 对不对 其他的细节 都是属于这个二元对立的世界 在我们这个有现象的世界 Phenomenal World 不断的打转 我们一个人懂了 就该用啊 该用头脑啊 该用你的聪明啊 身体有时候要动啊 该动就动啊 动了就摆到旁边了 接下来 你说还有什么事可谈的 一切就到这里为止啊 年盘是在眼前的 在心中啊 随时都有的 平安 快乐 爱啊 慈悲 智慧是随时在心中 它会流出来的 是心带着我们走 生命带着我们走 我们最多只是符合 这生命的流走下去 那这样子一个人 不是不觉 发现全部是颠倒的 你这一生所遇到的 所碰到的 到今天为止 全部体会到的 学到的都是颠倒的 而不是不觉 一个人用这种态度 来面对一切 你就发现 就很好过了 你就不是不觉 你就什么都没有做 没有费力 没有选择 你就轻轻松松的 划回到整体 划回到整体的意思 宇宙的意思 就这样子 也没有成就好谈的 也没有个人有什么突破 有什么成就可以说明 可以分享的 就这样子 最多就这样子 做一个最平常的人 平凡的人 就在每一个瞬间 你可以找到最高的状态 最高的境界 最高的境界 最高的状态 也就是你啊 跟你从来没有分手过 所以啊 一个人 懂了这些 发现 就 又闹了好大一圈 做了好多好多 冤枉路 最多就这样子 那我这里啊 我要再次 感谢我们这里 几万位朋友啊 这次参加 尤其我们这几位朋友 留话 还有好多好多朋友 留话 但是 为了这个时间 我们把握时间 因为有些朋友 留话很长 或是有些朋友 在讲一些 很具体的一些状况 所以我们都 暂时把它摆开 针对这 全部这些朋友 留话 或是没有留话 我最多只能 充满的感恩 充满的感谢 知道这个 我们一起度过这两个月 是非常不容易 你要有相当大的 坚定心 有恒心 才可以度过 那大家所留下来的话 也叫我非常感动 因为我知道 是从心里面 流出来的 而这一次呢 就像你们前面 所表达的 可能 大概不会再被摇动 可能接下来 可以一路走下去 没有回头路的路 走下去 这样子就好了 那我感觉我也尽到一点责任 那大家一样的 只要有点收获 这样就对了 这样就好 天下平安 好 记得 这段时间 有这个 Long COVID 就是这个 疫情 长期的 疫情的一些后遗症 像我 可能也就是 感冒嘛 谁晓得 我们也不用分析 对不对 但是就是非常 在国外 非常 平凡 好多好多朋友 在周边 同时都 这段生活 又好像 经历了一种感冒的 一个周期 其实就是懂得 要照顾自己 元素啊 之类的 该补充 补充 营养得这个饮食 该用就用 好水啊 自己叫懂得用 运动啊 也知道 要动 该动就要动 起来 呼吸 对不对 我们 做着呼吸 随时都要用 那这样子 一个人懂得 照顾自己 即使 疫情啊 有长什么样子 或是有什么 传染的感冒啊 或是类似这样子 其实都不怕 根本 跟我们不相关 来了就 当作任何一种 状况解决 就好了嘛 多休息一下就好 其实也没有事 但这段时间 就大家懂得 自己调整 知道就是守住 自己的中心 随时把这个注意 回到 回到内心 这样就好了 好 那就这样子 今天啊 又是周末 记得哦 记得什么 还 晓不晓得 记得快乐 随时跟 大自然接触 记得庆祝 这样就好 跟户外 互动 好 那就这样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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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